由于大雾南韩仁川国际机场附近 发生上百辆汽车连环追撞事故 造成两人死亡60多人受伤 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9点左右 大约100辆汽车在南韩仁川市跨海大桥上 发生连环追撞事故 这家大桥是从仁川机场通往首尔的必经之路 警方初步研判 这起事故是由大雾天气造成 当时海面上起大雾十分严重 大桥上的能见度仅有约30英尺 一辆大巴在雾中与前方小轿车追撞 随后引发连环相撞事件 两人在事故中死亡受伤的65人中 有7名为中国人